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阿哥的流氓漫育言詹姆的時間 首先呢 再感謝啊 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們的支持 訂閱以及留言 我都有收到 感謝你們的支持以及訂閱 非常的開心 而且我覺得 你們都是我一直拍片下去的動力 雖然最近我都會在彩蛋裡面 藏了一些負面訊息 哎呀 目前講得出來 如果有注意到彩蛋的大家 就是自己去觀看囉 那 我們這邊 宣慧軍研究所 做一個講座課程的推廣 我們將於 7月24日的晚間 7月29日的早上 7月30日的下午 以及7月31日的晚間 有四行的 靈魂揚聲線上講座 靈魂揚聲的線上講座 那如果說觀眾朋友們 對於靈性有想思考更多的 有想了解更多的 或是關於為什麼 什麼叫靈魂揚聲 那裡面也會有 相關的一些服務的免費贈送 像是會有占卜服務 解析服務 或者是更多的可能是有 諮詢服務的部分 也歡迎大家有必要來報名 來參與我們的 靈魂揚聲講座的盛會 那我相信 當天一定可以認識很多朋友們 可能你們會不會覺得生活中 可能在了解這些靈性的過程 或者是說 跟身邊的朋友聊這些話題 覺得有點ㄎㄧㄤ有點非 或許你可以在我們的講座 認識一群屬於你的夥伴 或者是認識一群跟你聊得來的朋友 那歡迎大家 如果對靈魂揚聲講座的線上課程有興趣的話 趕緊來跟我們報名 來捲遣右手的粉絲專頁 來留言讓我們知道 或者是私訊老師或私訊小編 或者是留言在留言區讓我們知道 讓我們為你安排 屬於你比較適合的時間 適合的課程 以及適合的時段 好 那影片即將開始 今天啊 我們又來聊聊什麼 其實你們知不知道就是我 我拍影片到現在 然後最紅 或者是 因為我想最紅 應該講的是說觀看數比較多 或者是說 很多人啊 最開始認識我的 有一些人是因為從 我有沒有離媒體時開始 但是其實還有一個 還不錯的主題 很多人都會來看就是 到底我下個月會不會脫單呢? 那我們就要來看喔 八月份的你有沒有機會脫單呢? 這是不是大家就是一個很不錯的主題 就是就覺得說 哎呀反正也沒什麼好選的 整天在面子 你心情愛愛的猜別人想什麼 或者是想說我自己的天賦 想一想來想說 嗯 那追求這一些可能 就我來講 就好像也沒有 做談戀愛來的重要 好 那我們就來 討論一下 八月份有沒有機會脫單呢? 那我們來看 你有沒有選到你心儀的牌組 那選擇第一組牌的朋友選的是 銀之石 銀之石 選擇第二組牌的朋友你們選的是 這個藍色的石頭 選擇第三組的朋友你們選的是 紅色的很像賢者之石的 好再一次喔 選擇第二組牌的朋友是 銀之石 選擇第二組牌的朋友是 藍之石 選擇第二組牌的朋友是 藍之石 紅之石 賢者 四魂之獄跟 銀石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選組三組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選到 就是脫單的主題 其實我自己有時候 也會偷偷下海來選 因為有時候 我在獎牌的時候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會 講到哪一組好 哪一組不好 所以我就會先偷偷的寫好選組 然後 然後那個什麼解牌的時候 再進入屬於我的解牌模式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 我們待會兒 有沒有機會選到 哪一組 八月脫單喔 我個人是覺得我自己 希望還好啦 可能就約會就這樣就好了 我希望觀眾朋友 你們如果有脫單的消息 一定要將好消息分享給我 讓我沾沾喜氣好嗎 好 那我們待會兒進入解牌見囉 待會見 好 我們現在抽出了三組牌 選擇一號組是 銀之石 選擇二號組是 藍之石 選擇三號組是 紅之石 選好以後 等一下我們的時間走 今天我們就不廢話囉 你好 那選擇一號組牌的朋友 你們選擇是 銀之石 銀之石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銀色的石頭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一號組牌的朋友 你八月份有沒有機會脫單喔 我來看喔 他說 在八月份的時候啊 你好像 你好像就是 嗯 有一些聚會啦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可能會有一些party啊 有一些邀約啊 有一些就是 找你出去玩啊 可能一起共同去聚會 可能我覺得好像是八月份 可能 在那個 在我們那個風氣上面 會覺得好像 比較沒有這麼的緊張 情勢沒有這麼的壓力大 比較舒緩一點喔 開始會有一些邀約 但是啊 你好像還是會覺得說 唉唷 還是躲在家裡面好了啦 就是 你有一些事情 想要躲在家裡面 自己好好靜靜的處理啊 或者是想要躲在家裡面 就是 然後覺得還是有一些事情 沒有處理好 或者是可能也覺得有點不安 就沒有想出去社交 然後沒有去社交 原因其實這邊講的是說 好像你在 七月份啊 有一些 有一些 人啊 會讓你 有一些抉擇喔 你就覺得說 蛤我要選他好 還是選他好 我覺得這個選擇 這個選擇 還不只是 可能選A跟B兩個人喔 可能也會有一些 就是說 嗯 我覺得這個抉擇 有點像要與不要 就是有可能有人 有人有跟你丟出一些 曖昧或約會的資訊啊 或者是決定要跟你吃飯的邀約啊 然後你可能就一直 就是有一點窄 以前的一號主板 可能有點窄 就是這一陣子 我覺得有點難 真的覺得 唉唷不想再花太多精神去約會 或者說 不想太多的力氣 然後去跟人家交際 就有點麻煩 然後所以就會有一些 要與不要的抉擇 在那邊 自己在那邊糾結喔 在那邊搞 就是在那邊想說 我要去嗎 還是不要去 我要去嗎還是不要去 這個時候我們都很推薦 就是 同學或者是觀眾 可以買一副塔羅牌齁 自己抽一抽去的時候 正位的話就去 另位的話就不要去 可是 選擇一號主牌的朋友 你們就會有一點小宅 所以就是 會把自己窩在家 就是這邊我還看到就是說 選擇一號主牌的朋友 你會不會 就是 可能最近這三個月 運動比較少 或是比較屬於 照顧自己的體態或樣貌齁 所以就是 這個不想出門的感覺 裡面還有一點就是說 覺得可能 可能出門的吸引力不夠大 別人讓你吸引力不夠大以外 你也擔心自己 可能魅力不足 所以就覺得 有點覺得要不要出門 這樣子 那但是啊 這邊在講的是說 如果你在七月初 真的覺得有這些邀約跟聚會的話 請記得喔 其實 八月份的你很適合 很適合出去試試看的耶 就是可以跟一些人認識啊 參與一些交際啊 或者是說出去玩啊 跟一些人有些互動啊 或者是說都參與朋友的邀約 這個邀約裡面啊 他說 他說你蠻有機會 蠻有機會就是開啟你下一個 下一個那個 就是戀琴喔 或者是說 有一個新的約會對象 讓你身邊讓你有機會 進入就是 下一個曖昧期 下一個愁出期 或是說 你可能覺得說 啊 原本想說宅在家裡面啊 不要想太多啦 或者覺得說 嗯 就覺得我要出去喔 會不會覺得我不夠好看 我說沒有打理 最近胖了好多 或者是會覺得說 蛤 我想宅在家耶 可是我已經宅好久了耶 這邊啊 卡牌說你可以出去走走 然後去 去試著 拿到那個 下一個關係的鑰匙喔 然後這個下一個關係的鑰匙喔 然後這個下一個關係的鑰匙喔 然後這個下一個關係的鑰匙的話 你出門有機會得到一些 這邊還不錯 這邊看的是一些 花卉喔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你出門啊 我覺得這邊要講的是 全鑰匙牌的朋友 如果你適合參加聚會的話 其實你的魅力還是不減多 還是蠻多人覺得 覺得就是 嗯 被你吸引的 可能被你的特質吸引 可能被你的那個樣貌吸引 或者可能被你的一些 特別的個性給吸引 這樣子我覺得蠻有機會 會有人 很吸引你的 而且我這邊還看到就是 呃 是主動的喔 對方是主動來 來那個來到你身邊 然後給你一些 呃 攀台的機會 或者是跟你聊天的機會喔 然後 你會有機會 然後拿到下個階段的鑰匙就對了 就是 簡單來講就是 你可能那個 有人會來跟你打散啦 有人會來認識你啦 就是如果你出門走走的話 就是 我覺得這樣厭遇嗎 嗯 嗯 我覺得是朋友的朋友 比較多一點點 好 那選擇到 第一號組牌的朋友 我們看一下 八月份的第三個階段喔 然後後面呢 會經歷一個 喔 他這邊講的是說啊 在那個八月份的下旬啊 你會 你會開始有一些 比較大的障礙 就是大的障礙 可能會覺得說 喔 我覺得 我覺得我還是 我還是覺得 那個這個人呢 我還是想觀察一下啦 我還是想要再了解一下 或者是我覺得好像 好像這個 這個曖昧的過程之中啊 有一些 跟你的價值觀有衝突啊 或是跟你的想法有點衝撞 或者是好像 沒有那麼了得來的狀況 會讓你有點覺得 好像 要我 要要我 就是雖然我可以試著跟他聊天 認識曖昧 但是我覺得 好像要我就踏出行動 就是 再更進一步啊 可能更穩定的約會 或是說 已經進入一個 比如說 我們長期會約吃飯一個月 來個四五次之類的狀況 就還是有點就是 嘖 我覺得這邊選要求牌的朋友 你可能會覺得 啊 就是 真的 這真的適合我嗎 或者是這個 這個人真的就是我的菜嗎 這樣就還會有一些猶豫 就是 我這邊我看到的是說啊 你有點就是把自己 曲線在那個地方了 你要用 你要試著就是說 其實看 你會有時候 應該講的這樣子啦 其實要求牌的朋友 你對於每一個關係 來到你的生命之中啊 你有時候會看的太遠 就可能 只是約會吃個飯 可能只是搭訕你一下 可是 一號組牌的朋友 你們會想說 嗯 如果我們在一起的話 我們的距離如何 我住這邊 你住那邊 你住家裡 我住家裡 還是說我住家裡 你住外面 還是說那個什麼 不知道說 你喜不喜歡吃呢 你喜不喜歡吃泰式料理 我不喜歡泰式料理 然後 或者是我喜歡辣 你不喜歡辣 就是選擇一號組牌的朋友 你有時候會想的有點太遠了 然後會把自己給障礙住 你這樣子會 你這樣子會 沒辦法 沒辦法在關係中 好好享受每段關係 你會把自己 蠻多的糾結在原地的喔 然後 他說 你後面就會覺得說 好啦 好像也不用擔心這麼多啦 大不了就是 我就先試試看嘛 就是會 這邊的欣欣講的是說啊 你就會覺得說 哎呀 反正就是 就是他好像會釋放出一點 比如說 欸 還有幾個點可取 個性蠻可愛的 嗯 還算會撒嬌 或者是說 講話蠻有梗的 嗯 講話會撩人 就是他可能會製造很多 很多的小浪漫 平凡之中 製造一點點浪漫 那你感受到 稍微的就是覺得 哎呦被撩到 有被撩到這樣子 然後這邊啊 最後他講的是說啊 最後他這邊講的是一個女人牌喔 所以其實這邊講的是說 最後可能 可能有機會的話 這一個 這個過程啊 可能 會有一個人 就是開始走進你的生活之中 在八月底的部分 然後這個人 這邊看到是個女人牌喔 但是 這邊不代表所有詹博人 你遇到的這一位都是女性 這邊講的會是一個就是 你們走進你的八月份 階段的這一個人啊 他可能會是比較 比較溫柔 比較細心 比較晚約 或者是說 其實我覺得這邊啊 一號走牌的朋友 你們八月份的桃花 可能會有一點點 比較情緒化 或者是說 他的個性 比較 比較模糊 就是你沒辦法很鮮明的 抓到他的個性 然後可能就是會 比較百一百順啊 或者是說 比較有什麼都聽著你啊 比較不會有主張 或者是說 很有想法這樣子 好 那簡單來講的話 就是說 選一號走牌的朋友 你們有機會脫單 但是至少你要願意 出去社交喔 不是 不是覺得自己 可能最近就是身材 或是那臉 但有點走樣 然後就一直把自己 挖在家裡面喔 然後或者是 或者是碰到人家 跟你約會的時候 你就開始想著 各種的未來劇本 這樣子可能會 把你給障礙住喔 好嗎 那以上解牌 送給選擇一號走牌的朋友 如果說 解牌有讓你感受到 相同回應的部分 或者是你八月份 真的遇到這個人的話 歡迎留言 讓老師知道 或者說想了解說 這一份戀情 接下來更多的走上 也可以跟我預約 個人占卜 或者你可以參加 我們的靈魂揚聲獎 裡面也會有占卜服務 可以讓你選擇 好 那以上解牌是我的一號走牌的朋友 祝福你們有機會遇到這個人 然後跟他有一個新的開始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來 你好 那選擇二號走牌的朋友 你們選的是 藍之石 藍色魔法石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二號走牌的朋友 你們八月份有沒有機會脫單呢 我這邊看到啊 八月份啊 你好像 你好像有機會就是啊 你可能想守護一個 就是你守護一段時間的 就是你可能好像追一個人 追蠻久的啦 然後呢 然後就是你可能觀察他好一陣子啦 或者是你可能就是 欣賞他很多 很多的時間點的 可能就是一直有在追蹤他的IG 然後或者是按他的那個 社群網站的站 或者是有試著去 了解說 哎呦他的習慣是什麼 或者是說 就是守護 這邊比較多的是說 你可能等這個人 或者是等著 這個機會等了有好一段時間喔 然後這邊再講的是說 在八月份的開始啊 你們有機會喔 八月份的開始 等候這個人 有機會跟你開始一段 合約關係 這邊講的是合約關係 指的是說 可能是 可能是說 這邊可能是有機會 因為要循環的事情是說 可能固定吃飯啊 固定約會 固定看電影 或者是說 可能就是比較接近就是 正式約會的狀態 你會進入這樣的狀態 然後這個裡面啊 這個裡面 八月份的前半段 就是花了很多時間再更加了解他 更加認識他 更加 理解他 就是 有哪一些私人的小個性啊 哪一些小性格啊 或哪一些小模樣 或是有哪一些眉角啊 這樣子 然後啊 這過人之中啊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選擇二號手牌的朋友喔 你在八月初的時候 好像也會因為 因為這個固定關係的開始喔 然後會 稍微的 知道他一些秘密 這個是什麼叫知道一些秘密喔 可能 他比較不會在網路上 過為人知的那一面啊 比如說他其實脾氣有點焦 有一點點就是 有一點固執 或者是說 可能沒有形象營造的時候 這麼的 嗯 好相處 或者是說 他可能有一些 小的 習慣 小的那種小習慣 然後會讓你發現喔 然後這邊來到八月中的過程啊 八月中的過程其實 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小衝突的狀態 或是說 那你們可能會有一些 彼此認為自由的定義 什麼叫自由的定義 可能他認為的是 我只是例如 例如他認為的是說 你跟我不定約會 你不可以擁有交流軟體 或者是你不可以在現實動態上面 發 發那個自己一個人出去玩的限動啊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我們兩個如果已經進入優惠狀態的話 你應該要稍微有一點表示 或者是說 可能要避險 不要跟其他人聊天的事情 會有一點點讓你們 起一些糾結喔 那起一些糾結的過程之中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這個對象啊 會讓你覺得說 好像有一點有歷史不出 就是會覺得說 哎呦就是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又沒有想幹嘛 可是 你為什麼就不能信任我呢 而且 其實講真的我覺得選擇 那種白朋友 你可能有心會想說 我們就還只是約會關係 雖然我真的喜歡你蠻久 我也等你等蠻久的 可是 我覺得好像也不用到 也不用到這麼誇張吧 而且我覺得選擇 二號手把朋友 你好像也會覺得說 如果有人就是 跟你吃這些醋啊 你反而覺得很有安全感 就說 蛤他會吃這些醋 會在意這件事情 會不會他真的蠻喜歡我的喔 就是這邊 這邊還蠻多的是說 你是有歷史不上的狀態 就會是說 嗯 你可能很想要表達說 我不想要被 這樣子 控制自由 或者是說 我認為 我們兩個固定約會 我還是有交友的空間 但是啊 這邊就有講說 對方好像 是一個比較敏感一點的人 在小心思上比較多 哎呦 在很多的細節掌握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就是那個 我覺得你的對象 有可能 是比較偏水向心中 因為我覺得小心思比較多 或者是說 嗯 嗯 比較多的一些 小想法啊 不想要讓你知道啊 然後比較 比較 他很好聽 你會講很貼心 講很甜 會覺得會有點 就比較情緒化 或者是有點過於敏感 想中詳細要有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而且 而且他的想中詳細是有點強勢的 就是 他的想中詳細強勢是 嗯 我就是這樣講 然後 那我就說 我覺得不舒服 那你為什麼要跟他聊天 他可能也不會說 他也不會說 你跟別人聊天 那你跟我約會 你還要跟別人聊天 那你跟我約會 你還要跟別人聊天 那你跟我約會 你還要開交流軟體嗎 那你跟我約會 你還有在發先動嗎 或者是說 你為什麼還要發一個人先動 為什麼換我們的合照 就會有稍微小小情緒熱索的一個行為 在你們的那個約會關係中發生 然後最後啊 這邊其實 這邊其實要跟二號所來的人提醒啊 就是 嗯 雖然你可能在八月份 進入這段關係 是以前有觀望過一陣子的 你有觀察過一陣子的這樣子 雖然你會認為你好像總算有機會 這邊講的收復是有機會踏入這一段關係裡面 但其實裡面也講的一件事情喔 他就會說啊 嗯 你會就很擔心說二號主牌朋友 你會覺得這個機會好難得 這個機會我等好久 或是說這個機會可能對我來講 是一個難人可貴的 其實我就喜歡二號主牌朋友 你根本就 也不缺這個機會啦 應該還有其他人這樣子 只是這個可能真的是 有觀察過一段時間 然後你也就是 終於有機會跟他碰個面這樣子 然後你會因為這樣子喔 就把自己障礙住 就會覺得說好像不能 你就會過多的予取予求 過多的忍受對方 過多的不敢拒絕 然後這樣子的話 很容易你就會在裡面迷失 你就 就是你可能會 覺得二號主牌朋友 你可能會跟他 因為你的內心糾結 只僅此於此了 就是要進展到下一步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 沒辦法完全的進入到下一步 就是可能曖昧要到在一起啊 到互相告白這樣子 但是啊 他說如果說你可以理解 好白說如果你可以理解 這一份關係 雖然是 我有期待已久 或期待一陣子的 但是不代表 我在這一個關係中 沒有擁有 決定權 選擇權 或者是溝通權 或發言權 如果你可以認識到說 你也可以擁有發言權 或者是 你相信自己有自信這段關係中 應該是獲得被尊重的話 他是說 你如果得到了這一個 這個進入下一個階段的 關卡過了以後 你就有 你才有機會跟他 試著就是 跟他想說 我們要不要考慮看看 或者是說 好 那我決定下一個決心 就只跟你這個人約會了 就是 這個階段性 要你對自己有自信 對自己有一個肯定 並且相信說 即便這是我等很久的對象 我也在這關鍵中擁有決定權 這改變的過程 我為 我是讓自己的選擇自由 而不是 總是 總是要讓 我來附和別人 就是 哦 你真的要有這樣的打算 就是知道說 不管這個人 是不是你心中的天菜 或是 是不是你等待很久的一個人 你都要知道 隨時隨地的你 都擁有這個自由的 自由的選擇 跟有表達的權利 這樣子 你才有機會 跟他更穩定 更穩定的進入下一個階段 才不會把自己給障礙住了 好嗎? 好 這次送給選擇二號主牌的朋友 那如果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按讚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出我們的影片通知 那如果說 解排到你有回應的部分 也歡迎留言 讓我知道 或者是八月後 你是遇到這個人的話 可以留言分享給我知道 那 這個也祝福二號主牌的朋友 可以脫單 如果想知道說 這個優惠條到底在什麼收進來 或者是你們感覺會怎麼發展 也歡迎 跟我預約個人戰步 或者是參加我們的 靈魂揚聲的線上講座 好 那以上解排 送給選擇二號主牌的朋友 祝福你們脫單囉 下支影片見 你好 那選擇三號主牌的朋友 選擇的是 賢者之時 你們有看過鋼鐺嗎? 好 選擇三號主牌的朋友 如果看過鋼鐺 請幫我按加一 他說 我有看過鋼鐺喔 好 那選擇三號主牌的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你八月份有沒有機會脫單呢? 他在說 其實選擇二號主牌的朋友 他說 你在月初的時候 會得到一個好消息 好像是會出去玩 或者去旅遊 或者是 我這邊看到去旅遊 然後認識朋友 跟朋友聚會的能量蠻多的 就是會有一個 就是說 有人去邀約的時候 要不要出去走走啊 還是我們去晃晃啊 或者是我們可能去別的車子 我覺得這邊可能沒有出國能量這麼的多 可能是國內旅行 或者是一個 近郊旅行的一個概念 嗯 也有可能是離島 那 選擇三號主牌的朋友 在月初的時候 會有機會 就是會覺得說 唉唷 我覺得好煩喔 八月份好想出去 晃晃晃走走 然後結果後來 就真的有一個消息 就說 還是我們去哪裡哪裡玩 還是我們去哪裡哪裡走走 這樣子 然後就有出 免行的力量 但是我覺得 選擇三號主牌的朋友 你的旅行 好像是有些任務要去的啦 就是還是去 去稍微的 嗯 有一些 要去遇到的事件 或是人這樣子 但是呢 整體來講 他說 你在整趟旅程之中 是感受到很愉快的 而且 而且跟你同行的夥伴 也讓你覺得很開心 然後 在整個旅途下來啊 你會覺得說 喔 覺得就是 這怎麼講 這充滿滿滿的喜悅 在八月初喔 就是一個 跟朋友聚會啊 然後 或者是很多人聯繫你啊 或者是說 一直有人邀約你出去玩 或者是真的有機會出去走走 可能唱唱歌啊 可能小旅行啊 可能去哪裡過夜啊 或者說去哪裡吃飯啊 會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機會來喔 然後這邊還說 這邊還說 選擇三號主牌的朋友 他說啊 在八月中的時候 你會有 你會有機會遇到就是 這邊講的好像是問那種同事 或者是同事的朋友 工作上的夥伴 或工作上的友人 然後會有機會 來靠近你啊 跟你曖昧 或是跟你稍微 講話 比較帶有一點點的那個 意圖 或者是想讓你知道說 對你有一些想法 或者是想跟你認識的一些 有些資訊在裡面喔 但是我這邊要跟 三號主牌的朋友講 就是 你八月份 遇到了幾個桃花啊 會有兩個狀況喔 就是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會有兩個狀況 你要去學會分辨 有一些人啊 就是裡面是有 貪圖一些意圖的 就是 可能想一夜請吧 或者是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會有稍微的 騎於找馬 或是利用你的關係 來得到一些資訊喔 所以就是 三號主牌的朋友 就是你八月份 可能犯了一點爛桃花 這爛桃花可能會 有一些 他跟原本的人糾纏不親啊 或者是說 他靠近你 他撩你 或者是說 他靠近你 要跟你曖昧 只是為了要 貪圖你一些方便啊 或者是 你有一些特殊技能啊 或者是說 你可能有一些好處 可以從你身上撈啊 這樣子喔 但是呢 並不只有一種桃花 另外一種桃花的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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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就是 屬於憨厚型 然後靠近你 然後傻傻的 然後 然後會跟你講一些 一些傻話 然後可是我覺得 那個什麼 選擇上奧主牌的朋友 你可能 曾經會很大挑 不會注意到這些人 就是有喜歡你 可是我覺得 選擇上奧主牌的朋友喔 這個憨厚的類型的 桃花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喜歡你 你只會想一直抓著你 或一直找你 一直跟你聊天這樣子喔 所以 比較像是說 他會以朋友的姿態 先靠近你的身邊 但是 有沒有機會發展 是有機會發展成親人的 但是 他可能自己也不自覺 那選擇 全操主牌的朋友 你們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爛桃花 跟 傻傻的 桃花 傻桃花 跟爛桃花 傻桃花 那傻桃花的話 我覺得還蠻適合 先當朋友 靠近你的 因為他可能是朋友的朋友 或是 同事介紹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 再觀察一下下 然後這邊在八月底的話 他會有一個 小幸運 我覺得可能八月底的時候 選擇操主牌的朋友 可能 可能這個傻朋友 或者是 爛桃花 會想試著邀你出去玩啊 或者是說 可能就是想說 我們可不可以吃吃飯 碰碰麵啊 就是我覺得這邊是 你是蠻喜悅的 選擇操主牌的朋友 你八月底會蠻開心的 欸不錯耶 難得有機會耶 那我就去吃個飯好了 反正 也許我知道說 有一個人爛桃花 有一個人是好桃花 知道我先試試看 我才知道他是不是好桃花 但是我跟你講 就是 你在八月底去 受邀約的那個人 你真的要去 這邊要講的是說 選擇三二手牌的朋友 你要選擇好喔 就是如果有一個人 例如 他的職業 或者是說 他靠近的意圖 意圖是很明顯 你就要去決他出來 這個人就不要去了 另外這邊在講的是說 如果說 你在這個選擇 灑桃花 還是什麼爛桃花的時候 如果你選錯的話 這個小確信 有可能會顛覆 怎麼叫顛覆喔 因為我這邊看到的是 屬意跟抉擇 就是 就是 我覺得這邊啦 目前的預言 選擇三二手牌的朋友 你月底比較有機會 不小心選到 爛桃花出門 那你可能就是 可能說 他是你的菜 他比較可愛 他個性比較好 或者是他可能 比小桃花積極 這樣子 然後 因為這邊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他說這個小確信 會不會伴隨而來的 會是一個 比如說他可能跟你出去 然後瘋狂的講別人壞話 瘋狂的聊一些無聊的瑣事 或是瘋狂的抱怨他的人生 跟你瘋狂的吐骨髓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天啊 我到底為了什麼去這個約會 我到底去幹嘛的 因為我覺得三號土牌的朋友 你的月底 比較 就比較會選到 就是 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好玩 就是你還是會在 過程中覺得蠻開心 然後會不會覺得說 怎麼這個人整天在講 別人的事情啊 都會講別人壞話 整天在抱怨別人 然後就會讓你覺得說 我的天啊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就不應該理他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剛剛在選人的時候 我就不應該選他 這樣 會有一些 抉擇上面的 挫折 然後就會覺得說 嗯 就會有點懊悔自己的抉擇這樣子 好 不過沒關係嘛 至少你先聽到了這則戰狂 你就能知道說 我要來判定 就是有意圖的人 我可能 知道說我還是可以去約會啊 還是不錯啊 只是可能結果會不如預期 但是如果你覺得送進了小確幸的話 我覺得小確幸 會是你八月份一個蠻開心的一個事件啊 就是還是可以去體驗一下 好嗎 那我覺得八月份的話 選擇三號主牌的朋友可能 可能在死會的機率不大 但是會有桃花出現 而且我這邊看了喔 不只一朵桃花喔 好嗎 好 那以上解牌送給選擇三號主牌的朋友 那如果說讓你有感受有回應的部分 歡迎幫我們按讚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者是留言讓我知道 你八月份不遇到這樣的人喔 或者你有看你 剛剛這件書是也可以留言給我 沒關係嘛 就跟我互動一下嘛 不要這麼的小氣 那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你情感 以及說運勢走向的話 也歡迎跟我預約個人占卜 或者參加我們的靈魂揚聲 線上課程講座 好嗎 那以上就祝福三號主牌的朋友 我還是希望你九月份 可以遇到更好的人 八月份就享受這個小確幸就好了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你好 感謝大家看完今天的鴨皮 那你應該有選到的拖單的那組喔 那我也不知道你到底選到拖單那組 還是沒有選到拖單那組 反正我選的那組就是沒有拖單 不過我只知道七月份在說什麼 八月份在說什麼 我也是想說啊算了啦 剛才我就試試看 剛才也沒關係 那現在也有一個鴨皮筋 跟各位觀眾朋友說 但是有不錯的對象 也可以介紹給我 好嗎 不一定說一定會做會啦 因為你也是要希望 那個人可以介意說 我可以選我的勝敗啊 講台語啊 會跟幾講話 會跟成功話 可能有這個奇怪的技能喔 我希望大家說八月份 如果是有選擇 可以拖單那的人 一定要幫我按個讚 跟訂閱我們的節目 好嗎 因為 你們開心嗎 開心也沒有給我按個讚 沒有開心也沒有給我按個讚 我也想要知道 你的想法是什麼 一定留言告訴我 你們到底有什麼困難 和你選擇有什麼 什麼的組 還有 如果有想要知道 或者說 這次要去什麼鴨皮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想要看什麼主題的鴨皮 還是說 你想要聽我說一些 比較多的事情 比較管理亂生的事情 還是說 我可以說一些 有宇宙啊 還是說一些 比較生活有關的事情 我也可以說這樣的拜 不過 這幾個拜就是 沒有這個靈感 你如果有這種靈感 要做不錯 我抽卡抽一抽 想說 可以來給我 那些人 還有要跟大家說 就是說 這禮拜 你們才有看我 也要突然壓扁 就是這禮拜 找紅爪的能量 紅爪的能量 紅爪的能量就是 說什麼 我們跟我們生活 畢業的人 玩家 或是說 有些意見 都不一樣 我跟你玩 我跟你說的不一樣 你跟我說的有出力 有這種事情發生 要記得 紅爪 這個月分 就是在說 一些 你有一些 古的 放在心裡 很久的事情 沒有辦法說出來 這個時候 就一定要說出來 說出來的時候 你早就知道 原來 我的人都喝了這麼久的 這樣 好不好 好 希望最後 今天是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我們的靈魂養生獎座 在那24盒 29盒 30盒 31盒 有四天的 線上課程 希望大家 如果有 有想要參加 就一定要跟我們留言 我們知道 因為這次 線上課程的人 沒有開很多人 就是小班 小班 如果有想要上課的人 一定要以前來跟我們說 不然 很快 就沒辦法見到 好 待會兒大家 教你的修法 大家晚安 你如果早上看 就會再安 好不好 我們下支影片見 多謝大家 再會